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主事讲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看到这几天朋友圈的小伙伴们都在储备年货 所以一到年底的时候货运的压力着实是不小 最近我们后台也有收到了网友的咨询 说自己想要在物流行业自主创业 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差不多了 就差一台能装又省钱的车了 为我们有没有推荐的车型呢 正好我身边就有一位自主创业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大家好 我叫赵阳 是一名自主创业者 创过业的应该都知道 尤其是在创业初期啊 有很多事都得自己来 必须得是个多面手 像我目前在经营一家汽修店 同时还有洗车和电商的业务 有时候客户也需要订配件或者订货 我们都得给亲自送上门 送货这种小事也需要您亲自去送吗 那肯定的 创业无小事 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 都得自己操心 有些渠道啊 有些渠道啊 像是客户啊 还有这个新来的这个员工啊 他不熟 所以我们呢 就得给他亲自带一下 的确啊 刚刚您提到那个送货的需求 是用门口停放的这个电动的微面吗 对 这个就是长安的瑞行EM60 我们因为有这个电商的业务啊 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客户啊 会在网上订购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所以啊 在对于物流的需求啊 就是现在我们对于物流的需求 还是比较迫切的 那在选车的时候啊 其实和大部分的这个物流从业者是一样的 能装货 用车的成本低啊 始终是我们选车时的一个首要条件 这台长安瑞行EM60 给我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 几乎可以说 它能满足我们目前的全部要求吧 那我听说啊 电车一般是不是比油车要贵啊 那用车的成本怎么还低了呢 做生意啊 就得算长期账 这么跟您说吧 以前我们有一台手动的面包车 它每个月的油费啊 就将近一千块钱 而现在换成这个长安瑞行EM60之后啊 每个月最少能省下来二百块钱 像我们的这个店面啊 其实开车上门维修的客人啊 占比还是比较多的 那电商业务忘记的时候啊 就是一两天就能凑满这一箱货 基本上长安瑞行EM60啊 一趟就基本搞定了 送货嘛 一次装的越多 意味着我们的成本也越小 那这台车货箱有五个多地方米 而且车内啊 两个轮骨包之间啊 的距离是一米多 而且它内部的空间啊 非常的整 所以啊 在装一些大的箱子的时候啊 就比较省事儿 您知道我们就是在来之前啊 后台有小伙伴问我们 就是说他们想知道在创业中最难的是什么 您能给结合您的经历给我们讲讲吗 跟我们说一说 创业开始的初期吧 嗯 就是基本上我自己单打独斗吧 慢慢做大的 也有个小的店面 然后有一个小规模的团队 然后就整体就不一样了 除了要考虑成本和利润之外啊 最重要的是整个团队上的协调 呃 背后吧 只有这些艰辛 只有自己能体会吧 嗯 那您觉得就现在开这个搭档靠谱吗 那肯定靠谱啊 相比之前我们燃油的小货车啊 这台长安瑞行EM60开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啊 它还有很多贴心的功能 胎压监测呀 倒车雷达呀 这些是以前在燃油车上都没有的 但是最主要吸引我的啊 还是这台车使用的高强度的钢 其实对于我们司机和货来说 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关键的是它还不限后 那您觉得它的续航怎么样 续航是完全够用的 它这个电池用的是宁德时代的 质量非常好 我这个开个半年的时间吧 基本这个续航是没有衰减的 那怎么看啊 这台长安瑞行EM60 确实是您创业中最省心的一个好搭档 那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啊 就对于自主创业的朋友 您这边有什么建议想跟他们说呢 自主创业其实与打工不一样啊 它需要兼顾放光面面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帮手 就像长安瑞行EM60 开着放行 用着省心 会让大家事半功倍的 好了这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觉得这台长安瑞行EM60表现如何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再见拜拜